以3D动画模拟火箭军如何轰炸台湾 总统赖清德520上任后 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力舰2024A环台军演 近年来中国军演不断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后 中国首次对台湾进行环岛实战化军演 当时不只曾经发射远程多管火箭 更有四枚飞弹越过台湾上方的外太空 至于今年5月的联合力舰2024A 事前公布演习结束时间 但这回联合力舰2024B不仅没说结束时间 更加入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执法巡查 事实上海军司令唐华10月初 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 曾指出共军正使用蟒蛇策略压迫台湾 试图逼台湾犯错后找借口发动封锁 还说他们已经准备好 只要愿意随时封锁台湾 也让这回联合力舰2024B军演 被认为恐怕只是蟒蛇策略的最初阶段 而蟒蛇策略最早由美国内战时期 北军的史考特将军提出 以解放军的行动来说 指的是缓慢但明确 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 也就是说环台军演未来可能进一步常态化 面对共军对台湾步步进逼 国军新式武器将逐步到位 加强现代化训练 不让共军胆大妄为 轻易越雷迟一步 新新闻综合报道